音樂 我們來到這裏 江頂前地 可以說是一個聖地 前面有百多六五世劇院 那邊有聖約室修院 還有一個河東圖書館 和聖奧斯定堂 這四個建築物 早在2005年的時候 已經正式登入了 《世界文化為產名錄》 今天會主要和大家介紹 聖奧斯定堂 我們看到這個黃白色的外場 這也是天主教會 一個建築物特定用的顏色 可以說 還有在那邊 我們都會看到 有一個鐘樓 這個鐘樓 每當在里沙 或者一些大禮禮儀的時候 就會敲響 奧斯定會 和一般的收會 都一樣 在聖堂 都會選擇在山崗上面 只有道明會 道明會 會選擇在市區 在廣場邊 在四百三十年前 建築得比較簡陋 屋頂會用蒲葵樹 或者樹葉 去覆蓋屋頂 所以每當大風大雨的時候 這些葵葉就會飄下飄下 住在山腳的市民 一看上來 就覺得好像是一個龍 在那裡沒有洞 所以他們也叫聖堂 做龍騷廟 天主教會就會說聖堂 甚至會叫這裡做龍騷堂 當然不是吃的糖 聖堂旁邊 有一個建築物 我們看到一個標誌 一個牌 這個是耶穌會的會輝 因為九十幾年前 就把旁邊的福地 就賣了出來 耶穌會買了 就建了他們的總會院 在這裡 那我們進去再看看 好嗎 第四節 給每天都還活著 三節 登記 哭 主耶穌基利斯都 做我養我 救我的主 我眾罪人 今特為我天主 在萬有之相 賓亨 這個就是告解庭 如果教友在家裡醒察到 自己有些事情做錯了 就很想來辦告解 得到神父的寬恕 你看到其實兩邊都有位 這邊可以有教友 這邊也可以有教友 現在都是因為私隱的問題 很少都會再用這種告解庭 遲些帶大家去看 另一間聖堂的告解庭 這裡就是聖母哀子像 我們看看這個堂梯 當他們知道耶穌已經死在十字架上 就爬上去把耶穌的屍體解放下來 由聖母親手抱接著耶穌的屍體 這個祭台就是聖奧斯定和他媽媽莫尼加的祭台 奧斯定年幼的時候很喜歡玩 很聰明但不喜歡讀書 但他認識了一班異教徒 後來他去到米蘭的時候 認識了這個很偉大的神師 聖安博羅削 他認識安博羅削之後 他覺得這個才是真理 他就要求聖安博羅削為他附世 他就歸依了天主 而奧斯定寫了一本書 很出名的《懺悔錄》 而這本書也都流傳到今天 都仍然有很多的神父的道理裡面 都會在懺悔錄提供了很多資料 聖奧斯定是教會封他為一個偉大的聖師 四個裡面排第三個 現在我帶大家去看一個 只有聖奧斯定堂才有的東西 或者你們猜猜 究竟這個東西有什麼作用 我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我們看看這個木的雕刻 上面雕滿了葡萄的 一個木形的酒杯 曾經有人問過我 這個酒杯究竟是裝什麼的呢 大家想不想知道 帶大家上去看看 究竟這個木形的酒杯是裝什麼 這個就叫做港道庭 以前的尼莎一直都會用拉丁文 但講道理的時候 就會用本地的語言 那麼大間聖堂 坐後面的朋友一定聽不到 所以在古老的聖堂裡面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個港道庭這個位 神父又會站得高一點 又在聖堂中間的位置 很希望所有人都能夠聽到神父的道理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就是苦難線耶穌聖像 也是每年出遊的就是這個聖像 我們看到這個聖像很真實 你看到耶穌的眼神 你看到的刺觀 都看到耶穌血流滿面 你看到那個十字架的重量 耶穌負擔不來 跌倒的一個情景 我們都看到聖像後面這個山 這個加爾瓦洛山 有兩個十字架在這裡 當耶穌背負著這個這麼重的十字架 走到上加爾瓦洛山 上面就有第三個十字架了 這裡是聖像後師定堂 大家有時間就來參觀一下吧